中國南方星期一持續降下暴雨 嚴重的洪水已經奪走了一百多人的生命 並且使幾十萬人逃離家園 氣象預報預測大雨還將至少持續三天 另外有關當局要求地方官員密切關注河堤 水庫和大壩的情況 據報導至少十條主要河流頻臨決堤 中國官方媒體說 自從6月初開始降雨以來 已經有一百多萬人被迫撤離家園 降雨結束了這個地區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 從雲南省到上海一帶 還有幾百萬人受到洪水的影響